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型催眠节目BVD解说三国杀身份局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喜欢本节目的朋友 千万记得一键三连 最近也是有一个身份局的比赛 属于老炮杯表演赛的性质 25号和26号会有决赛 决赛也是由我会给大家带来现场的解说 所以我也是看了一下前面几天的一些选拔赛 包括小组赛 还有一些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 半决赛还没打 但是我看了以后发现 怎么身份局发展了这么长时间 还是有很多人就不会打身份局 我觉得老炮杯初始之初 请了很多主播来打身份局 那会儿的老炮杯是真的精彩 会玩的人很多 现在你说也有邀请来的 也有从众多选手中选拔出来 或者脱运而出的 他打的好的人真的太少太少了 所以我也借着炎帝昨天打的 他的录像给大家复盘复盘 看看为什么会打成这个样子 我也很纳闷很奇怪 就很多可以赢的局 就竟然都能打输 或者说还有一些选将 或者思路上的问题 大家有兴趣 可以回头去关注一下决赛 你这时候可以说我马后炮 到决赛时候 我现成姐说 你还能说我马后炮吗 对不对 我真是觉得身份局发展 这么长时间 这水平怎么都倒退了 都不会了 真的我回想起以前那会儿 老炮杯真是精彩 包括那会儿我也每年都参加 就之后可能从今年开始 我就不太愿意参加了 这个一个是给年轻人点机会 另外的话 我自己也还是以解说为主 以前我也参加过这么多次 基本上次次都是前次 你说是你说这真的是运气吗 曾经16局打了16局14局主中 最后拿了个第二 所以你也别说啥主中难赢 真的 你很多时候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我主要是我看了昨天的比赛 我就感触颇深 今天的投稿全部来自于炎帝 当然他打的好的地方 咱们夸一夸 打的不好的地方 咱们该喷喷 这个选将的话 曹批主应该是选黄盖的 我讲真 虽然说黄盖没有以前那么厉害了 但是你讲真你选别的都不合适 我说真的 最终选了个刘变忠 我说实话真是不合适 虽然我能知道你选刘变忠的意义 就是你选刘变忠 你就是为了装身份 你想着装身份就装 这个项面 咱们得跳出刘变的主视角来判断 因为咱们已知刘变是忠身 所以你 你再找一个忠就可以了 但是在别人视角 是不可能这么认为的 肯定认为刘变不是反 就是内 你再找个忠神 你觉得是谁了 其实很难讲 曹臣可能是 山盟科可能是 神鹿可能是 即便是张昌普也可能是 你不要觉得张昌普这个算术给曹比 好像没什么用 但张昌普在这个降池里 这是个比赛服的降池的 没有你平时玩的那些 那些阴间武将 所以张昌普已经算很厉害的将了 完全可以当中了 其实也不好找 看主公怎么打的 主公上 主公今天上来上九三流变 这个事情我是极度不认可的 我倒不是说因为流变是忠臣 最大的问题是流变 他如果是个内 你打了就血亏 他如果是个反 你打到一血 说实话你也很难去推他 他一血流变 你只要碰他一下 都是三盘 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是一旦你把流变打死 毒势 假如说他真的是反对 毒势给到你头上 对于曹比这个主公来说 他是非常需要忠臣去救他的 你一旦有了毒势 基本上你也差不多了 所以我不是因为说看见流变是忠臣 推 你去 你可以判定 你觉得你认为心中的反雷去打 真的没必要去打流变 这是我认为的 你翻流变就翻了吧 这个倒没什么 陆迅一旦打了曹比良雪 现在曹比已经很难打了 现在曹比已经 就不知道怎么打了 把流变翻了 我也不知道 他是出于想翻内奸的目的 还是觉得流变是个反被翻了 其实这个局基本上输了 因为流变是个忠外面只有一个忠 基本上是输了 而且另一个忠 在他视角里 他不知道你是忠 所以他只会放任反对自流 这个曹纯顺了一手流表 又顺了一手张妈 擅甲气质借刀 杀杀 反正忠内吧 忠内 他是忠内 外面还有一个忠 基本上要量 我这神州鱼洞 我觉得神州鱼估计是个反了 算一波 看看长桑普 长桑普直接切杀过了 那就是反呗 彼此我也不想盲狙 看看神州鱼 神州鱼这里如果是反的话 主攻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很难打了 神州鱼果然是反 他是忠 他是反 身份名了 身份已经全名 这边也叫无限 再叫无限 炎帝经常说他玩什么都被打 那很能量 这个神州鱼是没有四色吗 如果有四色肯定是先烧的 因为你先杀的话被救起来 要多送三张牌了 这样烧是 这个牌肯定是出错了 肯定是先烧的 因为先烧如果求三套 可能直接死 但先杀一套会翻面的话 会多翻三张牌 导致柳桃的概率会增加 所以这里应该是先烧了 四色 比如说他原始有个桃 再翻三张牌 可能再翻出一个桃来就救活了 如果你天烧的话 就少三张牌 夜火燎原寸草无声 其实这把主要的问题 我觉得流变选的也不是特别好 主攻的话也没必要打流变 就这么回事 对吧 我们再看第二局 第二局前面几局 可能速度都比较快 曹批主反贼 说实话这里面没啥好用的 马良肯定不能选 留邪留背 你严厉 他也不会去玩这种东西 辅助 这种纯辅助 能选的可能也有高干和成玉了 成玉的话就有个问题 就如果你被翻了 你等于没有技能 因为你手牌多 然后你也没有射服 高干的话 高干自然也不厉害 但是至少我觉得不太会被翻 你选成玉就选了 这个项面其实就是一个不太好判定的项面 我觉得唯一能判定的是这个刘虹和这个成玉是反贼 如果这两个是反贼的话 你剩下五个将 我说真的不好判定的 都可以做中 对吧 都可以做中 没有任何问题 我看看主攻怎么打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思考的更多 你不能特别武断的下定身份 好 他就觉得鲁汁一定是反 你去连他杀他 他也没有魏静 对吧 就让你杀了 然后你火攻自己 我觉得这里你甭管你认不认定鲁汁是反 你觉得他不能给你当中会是怎么样的 但至少人家没有魏静 人家尊重你的 我觉得你这里不要去翻鲁汁 你火攻自己可以 你要不翻成玉 要不翻刘虹 对吧 你要觉得成玉是魏静 你翻刘虹 这里翻鲁汁真的毫无道理 真的 我觉得鲁汁完全可以做中 怎么不能了 你出完牌 他给你补一波怎么了 他还是个魏国的 再说了 人家都没有魏静 你稍微尊重一下好吗 这乱翻的 我真的觉得乱翻 完全纯意识流 这样是肯不合适的 你不能这么打牌的 你剩下五个人的身份 你是无法断定的 你这里杨怡就去直接推他了 只是我觉得杨怡推的话 也不太好 你可能会导致成玉或者刘虹被翻 因为这样的话 后面忠臣会比较多 就比如杨怡陆逊珠灵这些像忠臣的 会比较多 杨怡跳中 杨怡就基本上 反正是不是那个也去打成玉 就无所谓了 成玉可能是个反 其实我觉得鲁汁这一番 大概率是翻错了 当杨一跳反了一刻 好 给他跳中 主攻如果说 如果你真的非要认定组织是反的话 那这个局就有点打不下去了 你把神怒迅翻了 没什么用的 你说说实话 如果你能及时止损 你就把猪灵翻了 你如果不及时止损 你很可能要被打死 你觉得你翻了他 让他抱一拨 然后猪灵打你 你再把他翻回来 你可以试试 你看看行不行 还有杨怡斗 其实鲁汁你根本不用害怕 我说实话 就算他是反贼 你手牌已经打薄了 他是反贼有什么用 你告诉我他是反贼 他能干什么 他不就是个白板吗 你翻个白板有什么用 他动一下 他又不能轻弄 他杀你刀 他敢杀你吗 对不对 我以我为念 我大概率是翻错 这种其实就已经不算意识流了 我觉得你就属于完全丧失了判断能力 我只能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去这么打 有什么意义呢 这就跟一个二号位鲁素一样 其实你二号位鲁支跟二号位鲁素一样 你作为主攻 你把手牌打扫 他能怎么样 他是个反弹能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这局我觉得主攻这里的问题比较大 其实说白了就是主攻这里的问题 然后又被朱灵给速推了 那你说这局不就是主攻的问题 我真的觉得主攻的问题太大了 这局 其他就没说了 其他就反正就被推了 这边当然主视角如果选的是高不干的话 可能被翻的是刘虹 但是也不一定就是什么好事坏事 这个就不好说了 主要问题还是在主攻那里 好再看下一局 前两局基本都跟严厉没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 前两局跟严厉 选完这样就往那一挂 要不躺输 要不躺赢 而这局主攻选了孙昊反贼 这里面这吴国不能选 蒙霍不能选 貂蟬太弱了 关瓶可以 关瓶丁源吧 其实关瓶挺好的 是我可能会想关瓶的 第一速推主 丁源 丁源这个位置不太好用 丁源这个将我认为可能也就内奸 现在还能拥有 别的生存都不太好用 就反正你速推主 其实关瓶还挺不错的 天下都是真的 好 这里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 摸了三张 基本上也就是挂机过了 不能干嘛 看王元基啊 王元基去调戏 雇佣调戏了一个吴国 这种动作是一个跳反内的动作 为什么呢 因为他 他如果是中学 不可能去调戏吴国的 他如果是个反 他可以调戏主 也可以调戏吴国 他如果是个内 他可以 对吧 你看他气的牌 你就可以知道了 这是典型的跳内动作 对吧 这你如果看不出跳内 我觉得 你身份就白打了 首先 他调戏的是一个吴国将 其次他不杀主 我问你孙策主是副朝风主吗 不是吧 孙策主不是副朝风主吧 孙策主要推了吧 不杀主一定是中 调戏吴国 那只能是内 对不对 这很简单 这身份就看了很明白了 好 亮着司马昭基本上是个反 具体出牌 大家可以自己看 我不说那么细了 但我主要说一个大局思路 你要讲那么细 可能时间不太够 这个基本就是反了 因为他就拆这个孙昊 孙昊是惧怕被拆的 这寒冰念只能闪 好 他仇罚他 仇罚他 仇罚他就是防止内烟下火和爆 你看 仇罚到一个桃子 这个王爷地下火有可能废了 看一下雇佣是不是中吧 是个无我 可能是中吧 顺手前扬 顺 那这里雇佣发牌应该给谁发 这很简单 就给王元基和自己和孙昊 因为另一个钟你找不到 你能找到吗 我觉得这里发牌是问题非常严重的 不可能发给丁元的 没有任何理由发给丁元 就一个我我就给你们分析个很简单的道理 王元基是内奸 雇佣是忠臣 后面有杜裕郭家鲁职丁元 那你是如何能在这四个人里找到丁元是忠臣的 我觉得这是无法做到的一件事情 从这四个人里就就必须丁元是忠 杜裕郭家鲁职必须定点三个反 这是无法做到的 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到 我觉得即便你做到了 也是四个里蒙到了一个 所以你不能给后面的人没法判断 我说实话 当王元基跳内的时候 我都已经认为丁元肯定是反了 因为丁元他当中实在不配 所以忠臣很可能就在鲁职国家都喻里面 因为这里面可能能都是辅助 可以当忠臣 你找不出来的 所以你只能给内 就即便他是内 你也得给他 因为他没有杀主 他肯定是内 他反而他不可能不杀主 你要说他调剂的是忠臣 可以他找忠臣调剂 但他肯定要杀主 孙昊也不是傅朝风主 孙昊要催的 所以这里不可能发给丁元的 发给丁元就问题比较大 因为不符合逻辑 打牌其实还要符合逻辑的 当然雇佣现在改了还可以 他每个阶段都可以发动一下 那个 那个叫什么来着 丙一是吧 好 这跳反了 九杀未尽 不是 我觉得他们打牌都不分析身份的 还九杀未尽 搁这 首先 你九杀未尽 但就 再吹一步 就都看不出身份来吗 九杀注意 不是 哎 这局我其实打了下来 我突然发现 他们为什么就看不出王源姬 跳了什么身份 就因为王源姬宴戏下无果 所以他就是反 他是反 他为什么不杀主 你给我个理由 就孙策主是打为官是吧 他所以不杀主 是吧 孙策主多掉一血 多摸一张牌就上天了 是吗 他能不掉血吗 这怎么众生开个游戏 他就掉血了 还在乎你杀那一刀 所以反贼没有任何理由 不杀主 没有任何理由 你别跟我说什么 这那 他如果是个反贼 如果不杀主 那就可以退赛了 所以我也搞不懂 郭家也是 可这九杀未尽 是吧 你就算看不出 杜宇是反 那你也不能九杀未尽 你九留着不行吗 你九给主不行吗 你自己 搞不懂 其实这个局 郭家跳钟以后 我就觉得没了 肯定没了 那郭家雇佣 肯定打不过这个反贼 好 弩一上 那更没了 还没吃三尘了 三尘可以把弩丢了 这样求稳一下 这里把弩丢了吧 虽然还有杀 可以继续杀一刀 但我觉得弩丢了稳一点 因为乐这个东西 没准 他有可能天度的 天度很危险 其实反贼大优了 我认为这把弩丢了 挺好的 没必要为了多杀一刀鸭料易血 一旦天度 你就危险 没必要 因为旁边还有国家 你但放个AOE什么的 把弩拿走 就很麻烦 这边贝勒 基本上游戏结束了 内奸的话 被囚罚了 什么也做不了 他去猜这个鲁之牌 鲁之是名牌 因为鲁之是从死马招那边换过来的 死马招牌是可见的 这个他基本上没什么用了 他是不是被囚罚了 只能替牌过了 赵博的虚报就放了不出来 主攻被囚开了 基本上就一下打死了 前三局怎么说呢 我觉得前三局的话 主中有一些判断上的失误 然后就导致主攻很快就被速吹了 其实我只是想说判断身份不是简单的 谁A就是什么什么武将一定是什么 什么武将一定 你其实判断身份还要结合全场来看 你给一个人定身份是初步的定 但还是要看出牌 出牌是第一位 然后出牌是第一位 然后武将特性是第二位 然后人物性格是第三位 什么叫人物性格 就是这个玩家是什么样的一个侧点 作为一个优秀的玩家 是要了解场上所有选手的特点 因为不同选手在不同的牌出出来以后 不同的选将选出来以后 他绝对效果是不一样的 像我作为一个优秀者 我会我对场上的每个玩家的 人物性格都很了解 真的 90%我都了解 10%我不了解 但我看几句我也了解了 你也别说 我不知道这个人咋 你不知道那你打比赛干嘛 又不是路人 路人你没见过 打一盘又走了 打比赛的 你如果说不了解 那就不了解 那就是你的问题 你比赛不充分 所以你成绩不好 或者是怎么样的 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对不对 回来下一局 刚才那局其实前三局跟严利 都是没啥关系 刚才那局也跟严利没啥关系 这个局来了一首孙笨主 这里忠神的话 这个匠池里强度比较高 曹松比较强 你别说什么孙笨不需要辅助 孙笨也需要 李决的话太明了 容易被抽烂 唐笛也不好 唐笛其实跟孙笨还有点配合 现在孙笨改了 可能还是曹松最强 曹松在这个匠池里很强的 还是曹松吧 就曹松考业 好还是选择曹松了 而且曹松这个异政 你知道吗 从这次觉醒以后就很好用 他有个回合结束回血或者摸牌的 那个回血可以回到三血 很好用 打元素吗 以前我说过2号位元素是老炮杯 大数据是86.3% 反远位目标都评价 打元素我不做评价 但打马咪第一 我觉得 就不应该了吧 你可能有人不知道马咪第一技能 我给你们看一下 马咪第一 初牌阶段开始时 你可以减少一人体力上限 然后当你本回合使用杀货 普通锦囊牌指定目标后 除你以外的每名目标角色 各气质一张牌 你在看孙奔改了以后改成什么 每回合首次决斗或红砂 因气质进入气牌队后 你可以失去一点体力获得之 马BD发动技能以后 全场气牌 那还不踢出点红砂啥的 他是个反他 我觉得他是个反他只能脑子不好使 真的 这种这种铁中内的 他是个反他真的只能脑子不好使 我跟你说 就搁这搞笑 当然只能是中内 就不可能是反 我告诉你 你自己看技能 这反贼搁这选个这个 你搁这搞笑 当然这个将也不厉害 少选少选 这个身份怎么断定呢 你要看人设 这种一看就老是人设 一看就是个反 可是老老师打忠臣 觉得张生普是忠给乐住 这要是炎帝啊 就指不定是啥了 可能是个忠臣 可是装身份了 什么杀一手内奸 让反对乌龙啥的 混淆一下 那这个就这一看人设就反了 你别问我为什么 真的就是人设问题 反正我发现 他们现在就是推孙奔 也不管 埃德拉蒂 我反贼我也推 增加点体系上线 但为什么卵用 7上线有什么用 100上线也没有用 不是孙奔如打成速吹了吗 那就推吧 你们觉得反正现在 你如果觉得反贼火力猛 就推嘛 对吧 好硬推去了 得此玉玺 视为天助 看元术 说你想吃个桃 把张飞给乐住 梅乐孙妹应该是忠 反贼的话 我想想反贼的视角 反贼视角 是看不出曹松和这个张飞的身份的 所以应该是个忠 就乐张飞想让这个主攻 稳定觉醒 好 这里给主牌 嗯 那么身份应该明了 这玩意儿不配当中 那就半个内吧 盈住 宇树迎接 给一张 宇树迎接 望子成龙 这个局孙策觉醒以后 战斗力是很强的 所以说还是有一战之力的 不过这个马咪滴基本上没啥用 让他活着去吧 当个家鱼驴也是不错的 东吴的开措 由我来完成 好 这里直接拆张飞 哎 可以吧 毕竟张飞下午的对觉醒的 森策压力还很大 这里扔了一桃 一无蟹一过拆 手牌质量非常之高啊 非常之高 不是 这为什么要把马咪滴杀了呢 我也不懂 就是马上下午开局 不是为什么要杀他呢 他是反吗 这个我不太不太能理解 这浪费啊 真的是浪费这个啥 浪费意证啊 浪费意证 杀了一个最没用的人 关键是他还是个内 其实接下来是不好打的 即便孙策觉醒了 主要问题是 这几个反贼你不好突破 说真的 这几个反贼你真不好突破 张八你敢推吗 张飞你敢推吗 山木科唐子很肉 所以即便觉醒也不好打 顺一下 好 这这我看出来了 反正就是推主了 推了 但是觉醒以后肯定要催的 没觉醒之前 可能还要考虑考虑 觉醒了 推了推吧 觉醒了肯定要催的 好没斗过了 但是斗我觉得还是别斗孙策了吧 是否考虑斗一下曹松 打孙策你打吧 无所谓了 当然了 其实你转换一下思路 真的去打曹松也没啥 你像你这个角落打到曹松脸上 那边九杀打到曹松脸上 曹松基本上也差不多了 曹松没了 你们次打二 就算孙笨觉醒有战斗力 次打二他也打不了的 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转换一下思路 去打这个曹松的 关键决斗你没必要啊 这里韩冰把张飞藏的两张牌给他下掉 张飞也是有点意思啊 他留了两张红沙准备推主 我觉得没必要 我是张飞我不这么打 我留个两个红沙我推什么主啊 我我留一无限一桃不好吗 你反正已经大优了 对不对 这个沙漠哥也是有意思 你把这个烂牌什么火攻 古灵刀给他干什么 你自己拿着一会过四呀 你谁打不是打 再说你让张商普这回合打 你让张商普这回合打 张商普能打死人吗 又打不死人 你叫我过个四多想 你古灵刀拿着一会你也能用 你甚至一会你还可能过到链子 对吧 是不是啊 没什么问题吧 赶紧无限生怕推入 其实没必要 摸两张牌子 摸两张黑沙吧 你信吗 不可能 而且孙笨刚才他崩雪去拿红杀了 说明他应该是死不了 反正这轮是肯定死不了 这里你敢推张飞吗 推张飞的很麻烦 因为推张飞的话 反贼没出个桃子 一旦推不下来就炸 一旦推不下来就炸 唯一推下来的点就在于元素 要打出多少点输出 曹宗你别太指望 张飞有凉血 反正有几个桃 反正没出个桃 假设不算张飞一人一个桃 那至少还有三个桃 三个桃加两血要五点输出 打不下来张商铺给张飞算一波 就主就被推了 所以打张飞这个点 很凶险 你估算一下输出 对吧 张飞咱算没有桃 张商铺 唐兹沙摩克 我觉得一人一个桃很正常 三个桃 但张飞两血五点输出 能打出五点输出吗 这是算的最少的桃量 甚至桃可能还比这个还要多 对吧 打不掉张飞基本上没了 因为张商铺也可以去搞一下张飞 反正给张飞算一下 基本上很难了 你这个牌怎么办呢 你只要把张飞最后张牌拆了 你拆他冠师府吗 其实没必要了 这冠师府已经真没必要拆了 直接拆张飞最后张牌了 或者拆张商铺了 这冠师府已经来不及了 这回合孙策要不死 要不孙策反杀 我觉得冠师府已经都没有必要拆了 那你非要拆就拆吧 给张飞算一波 张飞拿两张黑鲨 好这里难瞒 都不需要 人家根本都不需要专门晒一刀张飞 那么张飞完美进入觉醒状态 手里已经两张名的黑鲨 这里主攻就已经极度危险了 其实说实话 这局我觉得反对打围观 基本都是稳赢 既然打到这样了 那就觉醒了 你觉得我不敢斗 不是你这个连就有问题 我觉得 你连元素干什么 元素这个血根本就不关键 你斗 我觉得这里连的肯定是有问题的 你首先张飞拿两个黑鲨 他要催主 他就算不催主 他也是催曹宗 也不可能催元素 所以这里肯定是不连元素的 元素的血一点都不关键 你这里一定要把孙策捆进去 然后张飞看牌来决定怎么打 对吧 这个元素的血根本就不关键 你连元素干嘛 这个局曹宗死了也赢 孙笨死了也赢 元素的血一点都不关键 还好拥有狮子 如果没狮子面对戒张飞 我靠难受死了 真的 如果这个没有狮子 面对戒张飞 真的巨难受 但是即便是这样 很可能也要被吹掉 好 最后还是张飞吹掉了 我看张飞还有杀吗 张飞没有杀 张飞有个乐 你可以看看反对有多少桃 反对还有 你看唐兹有一个桃 唐兹有两个桃 山梦克有一个桃 张张飞有一个桃 是不是跟我预估的是一样 我说一人至少有一个桃 对吧 我不会说 我不会说什么他们仨加起来 有四个桃 但事实证明他们仨加起来 是有四个桃的 但但我觉得当时是一人有一个桃 所以我说你打张飞要至少5点输出 你是打不掉的 至少5点输出 当时我也没看有多少桃 这是在这给你们一块看一下 再看下一局 这局 这局我觉得严厉也挺逗的 看一下吧 刚才那局跟严厉有关系吗 我想想 反正也赢不了 好 这里曹瑞祖 反贼 敢不敢选曹姓骗一手 别想骗你就选曹姓 你要不想骗你就选国家 看你想不想骗 是我我就懒得骗 骗个鸟 最后还是选了个国家 看看谁能当中 孙权可以当中 李绝可以当中 吕蒙可以当中 你别你别笑 吕蒙现在改了还真可以当中 孙上香勉强可以当中吧 但我觉得 我不想要孙上香中 张星才也可以 这牌给谁呢 说实话还是给李绝好一点 好 杀一道国家 你杀不杀国家的 你杀不杀国家的国家也不会给你 也没必要骗 关系是你给他两张牌 你骗他 没必要 没那个必要 给孙上香了 我说实话 不可能给孙上香了 这种局 你给就给吧 所以你 好 这里 这斗别人也不合适 就斗他了 此为天下大同 要不要顺顺拳 还是虚报 好 拆孙上香了 因为主给孙上香 所以他要拆孙上香 其实这两者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但人吧 你会发现人他真的就很容易下意识这样 就觉得主给孙上香 所以主给对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你还是要判断自己的分析 反正是我 我不会拆孙上香的 我有我自己的分析 以死博生无敌不克 孙上香自己打无限其实很难讲 给赵云就去拆张星才 可能不拆不舒服自己吧 国家说不给了 那不知道是什么 孙权可这疯狂的放AOE 应该不是个反吧 虽然有国家 但是你也不至于这么疯狂的放吧 反正是个中吧 看看怎么打了 这里国家不好分牌了 你说给谁呀 你还真不好分牌 也就给给赵云说实话 也就这个旁边的钢板云 可能是个反 其他的你还真给不了 他都给了 但大哥你留个闪呀 你是真不怕孙权绑你吗 我都说什么呢 就正常的人是不会推国家的 但你遇见了一个绑夫 当然这可能是一句半玩笑话 但确实有时候就是这样 还有一点说明他就是内 他根本不管局势乱不乱 就照着国家抽 怎么怎么地 反正你给你也不一定能给对 对吧 其实这个孙权就是个内奸行为 然后你正好遇见这个绑夫家内奸 你就被砍死了 你自己不留闪 就没必要的 你没必要再给赵云了 赵云肯定没有人打 不差这一张两张的 你自己留个闪 你是真觉得他们不会推你是吗 最主要的问题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其他人都是起手的手牌 没有没有那个刷过 就也不能刷卡 然后也没有经过行动 所以没有逃是很正常的 所以你还是要留个闪的 你看你就被人忙死了吧 选个国家别人就不打你了吗 好孙权直接去决斗 不进攻继续跳内 所以李绝是个中 那李绝是个中 再找一个中是谁 他也认为是孙权香是吧 这个东西我真的觉得 你不是不能因为别人认为他是什么 那你就也认为是吧 你得自己判断 反正他觉得吕蒙不是中 你打呗 我说实话 打吕蒙打就打了吧 但是我感觉 我说实话 我真不感觉吕蒙想法 主要是问题 问题是他这么大老远选个吕蒙反干啥呀 他肯定是特别需要包养的 还有这种 孙权香果然是给错的 拆桃子准备推育吧 这里其实不可能给孙权香的 我告诉你 高楼还宇 土木芳心 此为天下大同 这给李绝 给李绝其实最好的 孙权香给曹瑞当中太差了 我跟你说太差了 好 所以结音 雪战粪死不辱复明 不辱 不辱还行 你是什么 铁锁连环 现在张星仔是不是又赶回去了 赶成先出小点 再说大点 都跟一样了 以前 是不是赶回去了 雷杀 我看看 当然这个都没影响 目前 他个六七点 他判了个二点 这一反对开始催主 李绝还真是个重 当然了 这里你 怎么说呢 我其实还是觉得他们可能一些下意识行为 就会觉得 别人认为什么是什么就是什么 真的 我觉得你打牌还是要有自己的逻辑 自己的思维 其实今天前五局需要讲的还相对来说少一点 就是前五局的话 可能节奏比较快 能扫平贼寇 天下 以我 过绝 其实你认真分析一个人动作 我就不知道这里就说实话 我都不能理解 你怎么可能去给 你其实真的 你很多时候要去深度挖掘一个人内心的思路和想法和他的走位 就是你就钻进他去 你就说我就是你 我是什么什么 我该怎么打 我是他 我会怎么能打 再加上这个人的人物性格 我就不明白这为什么能给到孙权 我是不能理解的 我是真的一点都不能理解 当然孙权也不会玩 他给你就给你 你把你把吕蒙杀了干什么 这吕蒙有什么杀的呀 这吕蒙有什么好杀的呀 他能干什么呀 你让他打打反不好吗 对不对 主首先不该给吕蒙 不是不该给孙权 其次孙权也不该杀吕蒙 对吧 具体出牌我就不细说了 你自己看 我还是看一个思路 看这里能不能灭掉孙权枪了 灭不了基本上没了 传给曹瑞个啥玩意儿啊 你别传呀 你传了被拆了呀 那有赵云的 瞧不起钢板云是吧 你别乱传 你乱传什么呀 好 以死伯生 不是你关键里面还放个桃 没谁 没谁 这里不要传呀 不要那么急着表中心 表什么中心啊 有什么好表的 你就是个内 你表中心干嘛 你反正没推了 瞧不起钢板云 你被人拆了 给人闹了 这打不了孙权枪基本没了 双蓝蛮 打到孙权枪了还可以 打到孙权枪看到了一次机会 还有勒 可以 很关键 这里打到孙权枪可能出点机会了 不打到孙权枪肯定是没了 这个勒也是打到孙权枪 可能收了勒 钢板云记推主 没有吴国 没有卫国 不能兴摔 但他摸了牌摸了个闪 运气还不错 多了个加一码 说实话这运气已经很不错了 双蓝蛮加上很极限 不然主中已经没了 主中已经没了 接下来可能进入一个稳定区吧 好 这边还是不让曹瑞回去 可能会进入一个稳定期 这个李爵如果猛一点 可能把张星彩杀掉 那么主攻的危险就会小很多 又摸一个勒 三个勒 全贴反对头上了 可以 但是你为什么先勒再杀呢 万一杀死了 不是 亏了个勒吗 下一个勒可以留着勒赵云的 以防止主攻被打死 天度了 加一码能不能挡住 加一驴能不能挡住 闪电 不能挂闪电了 但是曹瑞自己裸摸摸摸摸到桃很难受了 成败不论将军继续给 孙权 打之后 找桃子保主 九杀李爵 行可以 因为李爵那边说不定砸二就把张星彩砸死了 但其实九杀没必要 是我轻轻一杀 九杀真没必要 这把李爵一大功 虽然说前面把吕蒙给打出屎了 但是后面把反对给打出屎了 把孙杨央和张星彩 那看来赢的希望还是大增啊 拆掉八卦阵 不拆闪电吗 拆闪电啊 为什么要拆八卦阵呢 对啊 你肯定要拆闪电的 你八卦阵你拆什么 钢板云你一时半会儿都推不进去 你钢板云只能靠砸 好两刀只砍身权 不敢欺负赵云 行吧 没事 赵云掏出一把刀的 然后就没了 其实我觉得李爵的问题闪电是要拆 第二我觉得八卦阵不要拆 拆手牌 真的说变手牌就藏了个酒 藏了个刀 八卦阵真不必要拆 赵云你又不打 你且不打呢 我告诉你你就靠狼席 我当时就觉得拆八卦阵特别奇怪 你不打赵云就不打 但是八卦阵就没必要拆 多拆一张牌可能主攻就火了 真的 这把又跟国家没关系 前五局好像都没关系 都被乱拳 要被乱拳打死 要不毫无关系 国家就被内奸给盲死了 你看 下一句 这啥人家 曹瑞祖是吧 反贼 选什么呢 杨志 张星彩 就这俩吧 怎么能选 别总不能了 别的都不好 就这俩吧 要不你选个寻遇 骗毒 不过八卦阵寻遇不好用 八卦阵寻遇不好用 这边又不是借寻遇 标寻遇就算了 这下面你分析一下 二号位时报的话 有可能中 也有可能骗 其实这个局你真不好分 这可以当中 十八也可以当中 杨仪肯定可以 徐优也可以 曹成也可以 张星彩 其实实际上你也可以 但是这个降面的话 说实话张星彩 当中概率太敌意了 主公菊花刀不敢挂 也没给 反正你自己判断 对十八直接气排过 没表任何什么 这个局我教大家一个关键点的判断身份 很关键 我一定要教会大家 好 这李爵直接跳中 十八是一个气闪 直接过了 没跳任何身份 这点也很重要 好 叫无限 反无限 其实曹瑞给不给牌 我觉得是这样 就如果你手里 什么杀 什么进攻牌比较多 我觉得得给 如果都是闪朝 无限就没必要给了 给了也没有用 还不如自己留着 还容易给错了 但是如果你都是一些进攻牌 或者说有一些特殊的中神 那你有的时候真的得赌 不赌也赢不了 这几个南蛮 看 这几个南蛮直接炸了 好 这里强宝 这里就南蛮直接炸裂 外面还有无限独强 还有无限 还在反贼手里吗 或者在内奸手里 十八路诸侯 乌合之中 看这个里爵 为什么看这个化熊 这边斗 这化熊改了以后老猛 早降 晚降 这化熊改了以后真的可以的 血多 然后可以卖血 也可以斗 压别人血 很强 好 这里看一看杨姨 其实后面这些人身份就很关键 尤其杨姨 杨姨这里直接 收星采 那中神呗 是不是内 你再看 首先这里一定是中 反贼不可能是不可能这么打的 因为这么打 万一张星采有桃 让不让你收呢 对不对 好 继续打许又 再九杀 好 带走许又 OK 没有问题 跳得非常的中 当然目前来说也不能排出身内 你还得看后面 因为他打了这些以后 他还要去打化熊 其实这里中神属性就比较高了 然后乐住曹纯 其实你这里我就 这里我一定要给大家分析一下 你看他 你看他捐下谁 捐下操生 其实这里 这里杨姨是铁钟的 我告诉你们为什么 你们可能不太明白了 你 这就是我给你们讲的一个视角问题 你去带入杨姨的视角 就你可能会以为 为什么 为什么你会认为杨姨这纵作是内的 是因为你 打完这局以后 你发现这个操 我告诉你们 我先告诉你们身份 身份是这样的 是因为你打完以后 你发现曹纯是中了 你会觉得 你会觉得杨姨 去压制了忠臣 跳了一个内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视角 在杨姨这个轮次的时候 这个齿包是没有跳过身份的 也就是说杨姨 他如果真的是内奸 他根本无法分辨出曹纯和齿包 谁是忠臣 那么他如果是个内奸的话 他把曹纯打了 假如说乐住 捐匣了 假如说石包是个中 你会发现他已经根本控不住场了 已经崩盘崩掉了 所以这不可能是一个内奸的视角 这一定是个忠臣的视角 忠臣是什么样的视角 他是忠臣 李决是忠臣 他就不用管什么谁是内 都无所谓 反正都要跳 那么这里面谁厉害 就曹纯最厉害 把他压了 基本上拿下 所以杨姨的视角 铁忠臣视角 他如果是 你就想 他如果是内奸视角 他是怎么知道曹纯和石包 谁是忠的 他是个内奸 然后把曹纯一顿毒打 然后乐住 梁耀雪乐住 如果曹纯是个反 你告诉我 还有任何机会吗 零机会了 铁忠臣视角 然后你再看曹纯 你看 他是个反 他认杨姨是忠 不是 他认杨姨是忠 认李决是忠 所以把曹纯放出来了 这里到我倒觉得没什么 杨姨和李决 确实都跳得很重 好 放出来了 他在反贼 把他放出来的情况下 还要去打反贼 所以曹纯是1万的中 再加上我之前分析的 所以这个内执能是李决 因为其实李决 他前期跳中只是 你其实细想 李决他 就是你一开始判断 李决始终没有问题 但是你再往回倒 李决他真的 是做了一个 就是他做的只是 对于他来说很正常的事情 砸 放了几个AOE 别的他做过什么 没做过什么 他就是内才会做这些事 而李决做这些东西 我做的这些动作 我认为都是水涝徐城的动作 而杨姨和曹纯做的动作 都是带有极度倾向性的 极度倾向性 你注意 杨姨所有的 他的动作都是带有倾向性的 曹纯就更不用说了 被反贼放出来 继续打反贼 所以这里你是 就是 我 我觉得是我 我是我觉得能分析出李决始终 如果 如果分析不出来 但曹纯肯定是中 这点是没有任何学来念的 首先曹纯被放出来去打反贼 但其次他去 他捐下也没有去打回杨姨去 所以这个局如果 就最简单了 其实给曹纯就赢了 如果你信杨姨就给杨姨就更赢 如果不信你给曹纯也基本赢了 反正不能给李决 那给李决可能就会出问题 给不到李决 真的给不到李决 其实给李决的话 就是杨姨视角的问题 因为在杨姨视角 真的他如果是个内奸视角是不对的 你知道吗 他是内奸视角 他太不合理了 他是内奸视角 他去这么打 真的 这个二号位石包是完全可以做忠诚的 我做过一盘视频 就是曹约主二号位石包 把粉贼打爆 神二元 这个曹石包他没跳过身份 你知道吗 现在就很麻烦了 因为李决把忠诚杀了 还把杨姨的血压了 杨姨的草不好给主攻留了 这吧 可能化雄是不是要立大功 好继续斗 这也只能乱杨姨了 杨姨死了就没法玩了 只能说就是先把血 先把杨姨血裁起来 然后看看你女爵会不会救 什么的之类的 规划分布 稠度两股 严育 人王盾 然后呢 还有什么 这里你分析他扔的牌 他扔了一个9 在李决要砸他的情况下 他扔了一个9 说明什么 手里俩桃子 这个牌把吃一个桃子 留一个桃一个9 就可以了 真的 李决要砸 你这样打 真的很难很难赢 你去留两个桃子 就强行保主 很难赢 桃子吃一个留9 真的就留9桃 能懂你就懂 不懂 你就再细想 你扔了一个9 手里一定有点桃 这个牌肯定是不可能是别的牌的 就很容易赌出来 是吧 不然你 你告诉我能是什么牌 留个闪 有什么意义呢 好 杀 吃一个桃 在他视角 你还有一个桃 对吧 在李决视角 这边不斗 没杀 呆着 人 这话语你太老厉害了 我们学多玩一顿 两刀 乐住 这肯定是先乐化熊了 这你看 其实你把之前那个桃又吃了 其实你还这里等于亏了个9 你知道吗 亏了个9 这李决机会挺大的 因为李决血压非常高 他去砸就 砸得很舒服 在砸 我其实杨姨亏了个9 你知道吗 杨姨从 从这个结果来说是亏了个9 好 这里继续放 救一下 天佑 平凡大陆 射击 哈哈 这我就不评价了 反正 反正奶羊姨就一起死呗 哈哈 那天也没逃了 你奶羊姨 这个最后这个行为 我就不评价了 反正 羊姨如果当时留个9 他不奶的话 可能真的这有机会赢的 真的有机会赢的 这贝勒了 把他杀了 你说不定就得了点牌 就把这个李决压制住了 我看看 我看杨姨一手牌 有两个闪 有戒刀 有火工 对吧 洞还真不一定 之前要是留了那口酒 之前要是留了那口酒 那么现在他是凉血 主公刚才就不会去奶 他就来自己 反正自己去西洋去吧 可能 可能你太怕主公死了吧 其实局势是可以判断出来了 我只能说 就主公死不掉的 你留一个桃就可以了 你留9 原理局要砸 你能知道吗 这个这点很关键 这把又跟严厉没关系 不是怎么哪局都跟严厉没有关系 能不能来一局跟严厉有关系的局 求求了 这局是个忠臣 选元术吧 真的 真的 我觉得你这忠臣 这也只能元术了 别的 别的不好 别的真不好 不是我说 别的真不好 不是 只选了一点 这什么意思 行了 你选了一点 中谣身份一会看 其他的不知道 自己是中 一点是中 谁是内 孙权是内 总共是你猛一点 直接推张其英 推清歌共主的话 如果推掉还好 推不了有个副作用 北明决策结束之外 若你与死闻合造成过伤害 你可以令其末两人牌 受到过伤害 你可以令其气质两人牌 这不是锁令计 你可以 反正推清歌共主 就也可以 如果推掉 如果你手牌足够猛 推掉了就还好 推不掉副作用太大了 管桃玉鸭娇 管桃公主 这女儿什么 阿娇 金屋藏娇 得与得来与死 这个 这个许又生两张闪 一定要留闪啊 这为什么不留闪 这旁边一个张其英 这不留闪也太凶险了吧 而且被这个谁给读出有无界了 没有先拆 这个神武圈还可以啊 有点东西的 有点东西 无中也不开 这里旁边张其英 这不留闪太危险了 推星空公主可以推 但是反正推不掉就是副作用 推张其英就没啥副作用 这祸是个中吗 离点是个内烟啊 行吧 离点这个小内内 离点怎么能是反吧 徐游主选个离点反 跟着闹了 我不信 就一手冰柱 行吧 这里不能兵元术啊 你兵元术兵错了 炸裂了 兵元术兵错了可以跑了 真的 不能兵元术 真不能兵元术 也元术孙权陆逊这三个人 你说实话 你盼吗不甩 你真盼吗 好他觉得孙权不想好人 行吧 反正你这个内 你要觉得孙权不想反正你乐错了也是输 你这个内 好强行俱找中瑶刷牌中瑶中好的 刷吧 刷吧 反正主要死了你刷呗 能不能打死这个清河公主啊 我公 黑桃没有 尴尬 那个过差也是没花了吧 捧军之法 那就没办法 不然的话就不会拆了 这其实主攻拒危险 我给你说 你这如果能收个人头还好 收不到人头拒危险中 这应该死不掉了 九 忘记 杀一刀 孙权 孙权如果出来主攻其实都很危险的 三连动呢 孙权不出来 隐危险 只不过危险系数低 哎我忘了有张其英肯定可以出来 他可能觉得元素给主攻流逃了不想顺 可以理解吧 对了有张其英可以改的 好乐住 哇这个乐要了许游半条命 太难了 打他 行吧 一样吧 反正都是出逃 一样一样 放火烧山 他要解锁 那可能打中瑶好一点 放火烧山 再戳 救一下 不能死 他不能死 但是取优死了怎么办呢 他可能觉得元素有逃吧 我救一下 然后元素你去救主 行 慕牛流马 怒收人头 他应该是没杀 因为他有杀的决斗主杀主了 他没必要 可能去收这个张其英 他怕 原来他没杀 他决斗不过去 我怕去游是杀 他本来是青龙公主 他可以抢命的 看收到杀没有 慕牛流马 尴尬 没杀 没杀可太尴尬了 我比之管桃平阳何如 我比之管桃平阳何如 哎呀 这个天鹿真的是要命救命了 不是要命了救命了 没有这个天鹿已经输了 真的 只有一个 但这个天鹿可能反对诈了 因为青龙公主要被砍死了 可能死也运也命也吧 只是说青龙公主断杀了 不断杀可能主公已经死了 来一下 碰 这个打黑斯要去了吗 一个桃子 打不死就得弃牌也挺烦的 必须得打死 打死就还好了 快进一下吧 今天时间有点长了 怎么说了这么久 我也太能说了吧 为何如此能说呢 这个一说上这个身份局就 有时候一说这个比赛就停不住 好 那这样的话感觉主中应该赢了 因为主攻就算状态回不起来 但这两个反对要没了 一点的话也就顶多打打中摇 也说配上个鸟 你想什么呢 你怕不是想太多 拆手牌 对这里就是拆手牌 不要拆手牌 六个火杀 桃源一开 这个无蟹 我觉得不要交 这个无蟹要保主的 不要交 不要交 手里一无蟹一桃 应该能保住吧 这个无蟹 你去康德的陆逊的选拟 没有用 因为陆逊要行动的 好给你 你根本就没有那么多杀 你混什么鬼呢 这千万不要去打被骗了 就不打无蟹 那边中瑶可以出一个桃 自己可以出一个桃 肯定没关系 康德紧囊的 接下来没接下来反能力是没戏了 应该是游了 难啊 吃鸡 看这局吧 还有最后一局 看到这局 其实前面有几局 真的是不应该输了 我是觉得 主终于赢一局也不能不容易 有些局真的输的蛮可惜的 再看最后一局吧 最后一局是个新武将 刚才那局好像跟严利有点关系吧 刚才那局确实有点关系 最后一局你得有大关系了吧 不然对吧 这里主攻选了借甲雪 肯定去干他 干他就 肯定两个将最好 一个是借点V 一个是严柔 借点V现在改了很强 反正肯定比以前强多了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严柔也很强 严柔强在他这个大招特别厉害 和以另一名 以受伤的角色 回复X点体力 并过X将牌 X为你本回合造成伤害值 其至多为5 一波大爆发 祝爆 而且这个武将不会被集火 因为别人集火了 他可以拆拆别人牌 严柔也不错 就这两个吧 别选什么土叶了 没啥意思 一会就被秒了 这有个邓钟 邓钟也是新武将 其他大家都认识 乱舞 混蛋 乱舞杀主的是钟 现在是借甲取 杀主可以摸牌的 好 就跳钟 因为他是反正 就掉个血就行了 假装自己没啥就得了 但是假装不了 他有未进 这里你如果认为 以绝是钟 这个是钟 你就秒黄盖呗 没什么问题 而且他乱完舞以后 还能多出一张额外的杀 无视距离 所以琴子强了很多 看看李爵是不是中 但是他是反应没关系 他砸不了主 很能力 极杀速攻 这把老骨头直接没了 这把主中看起来大优 但是有内奸会搅局 反正目前这四个架 你看不出谁 内奸都挺像内的 都可以当内 曹淳 唐子 颜柔 邓忠 四个内脸 既然四个内脸就要最厉害的揍吧 曹淳 最厉害的 邓忠这个武将大家可以看一下 还可以吧 凑乎吧 一般吧 谈不上多厉害的 反正能用 当你守着杀队 目标觉得造成伤害后 你可以观看守白 并获得一张子 他主要是下一个竞争 其他角色出白阶段下一次 单张杀阴气质进入戏牌队 你看他可以减杀了 主白阶不缺杀 然后如果 其他角色结束阶段 他没出杀 没出过杀 你下个出白阶段 使用杀次数加一 你看比如他现在更战加一 就意味着可以多出一张杀 而且他每回合限一次 你可以将一张守白当杀使用 他不会断杀的 他比关羽还厉害 威震华夏的关羽不如他 因为关羽 因为那个关羽要红色牌 他啥都不需要 他就他就可以守牌 就可以当杀 但是关羽可以用红色装备 他他就不能用装备 谁呆着呗 你也不知道谁是内 看起来好像曹臣是内 哎 其实对于主宗来说你不管了 就就搞呗 爱谁是内谁是内吧 反正看起来曹臣好像是内 但也不好说 有可能唐子是内 冰封香蕉 好看一眼 能不能获得 他得他得他得是 获得一张与此花色相同的牌 这个堪破其实就是看看牌呗 就是看看底部有额房 拿牌的时候少 主要是下一句话 美国和限一次 你可以将一下手牌当杀使用 好给鲁制一顿抽 不让出来必须不能出来 抽烂 打烂 加徐怎么说 无中 再来一刀 这个曹臣估计去了 不知道曹臣是不是那样 你挺狠的李爵 李爵玩了好几把了 但好像一直没赢 玩了好几把好像一直没赢 好像挺狠的 狠人狼面 曹臣这个反 刚才刺刺发的我不敢动 假装一手内想狗活一下 人家不管了 谁爱是什么 这其实在主中视角 这个颜柔挺像内的 半天啥也没干 你知道吗 但其实他 其实他不是啥也不干 他打不到人 杀 打 预兆水中行 应该这个 等堂都是内吧 在颜柔视角里 在别人视角 可能认为颜柔是内 这颜柔又得呱唧了 好继续 更战三 更战三 可老猛了 不过没有那么多杀的 来一刀 又看 再来一刀 北京 终于逼出来了 再来一刀 这把邓钟还挺有发挥的 主要是都是蹲坑的 颜柔蹲坑 曹春蹲坑 曹春还能给他弃杀 这把邓钟还是比较有发挥的 然后这个也蹲坑了 又更战一了 好 灌石虎果杀 灌 大家注意 你去分析一个人手牌 一个假许 用加一马和八卦阵去灌 用加一马和八卦阵去灌 尤其八卦阵都灌了 你想想他手里是什么 在我眼里他手里至少三个桃 至少三个桃 不然没有理由去灌加一马八卦阵 当然了 我觉得你即便有三个桃 你也不能去灌 你可以 你可以灌手里的一个桃 加一个别的乱排 或者加一马八卦阵一定要留 八卦阵必留的 你甚至加一马都应该留 因为有颜柔 你知道吗 这个颜柔 你挂了加一马他打不到你的 不然的话 他抢命你很难受的 说实话 我觉得你要不不灌 要么就灌一张桃 加一个未知牌 你这个手牌 其实在我眼里 我是很容易读出来的 你不相信你回头找他路线 你要过来 手里绝对三个桃 不然凭什么把加一马八卦阵挂了 好 杀了个内 然后突然发现还是包打 因为颜柔要动了 我跟你说 颜柔这里来了个南蛮家 显一马 就非常关键了 这里假许三个桃一定要救鲁智 一定要救 一定不要不舍得 因为你不救他 输出也是打你身上 所以你别不舍得 你别看你现在不救 我告诉你 我知道你手里一定还有俩桃 一定 你肯定要救的 你不救也是打你 有什么区别吗 鲁智还有魏靖呢 鲁智这轮魏靖是不是没用 所以这里不救很蠢 你救啊 你救鲁智魏靖不是也帮你 你不然这个盾中更战不也是打你吗 看起来他手里是三个桃两个一个闪 那就是三个桃一个闪了 没跑的牌 这个闪出出来了吗 必然是三个桃不是我吃件盘 我告诉你 不行你们可以慢慢拿去 我不知道 不知道我猜的 反正我觉得是 不然你其实就没必要怪 你加一马八卦针留着 你现在你说你处在一个裸奔状态 面对两个平砍菜刀 你怎么办 你给盐柔吃 你看两个桃一吃 你看见没有 这个人王盾他刚才没挂 肯定是新摸的 这个杀也是新摸的 是不是 是不是两个桃 大家刚才那个救鲁智的三个桃 一个闪 如果你真想惯惯一个桃和一个闪 加一马和八卦针必留 你现在很难打 因为主要你会成为起火目标 你面对这个邓钟 我说实话 邓钟每会砍你两刀 你很难受 他有更战 你这人王盾没有用 因为他有那个更战 他可以拥有那个红色牌当杀的技能 威智滑下 你挡不住的 一会你就可能会被乱刀砍死 这把很可能盐柔和这个邓钟立大功 天度了 但是这个神价意你怎么处理 砸不了人了 难受吗 你双外念是可以 但问题是主要能打动 你便邓钟更战 至少两点伤害 然后严柔蹲个坑 又加一个更战 基本上甲雪也基本上凉了 好 这个决斗传给这个邓钟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去打决斗 可能你觉得有无限 但是如果邓钟一会摸一个无限 可能就被晓了 所以一定传出去 不要自己打 没有无限就一样 就这里你怎么办 你甲雪能挡住吗 这更战好 这里杀一刀 那明摆这肯定还有一刀 因为有威震滑下了五胜 而且而且还可能还有两刀 再来一刀 五胜 这不就五胜吗 不是 跟五胜一样 但皮五胜厉害 他应该额外出张伤 所以主攻 我觉得这局主中输也是不应该的 我说真的 前面几局可能主中可能因为思路上 但是可能架面也劣势 后面这几局真的主中都是 就都能扬 真的就就输了 就哎呀好可惜 但可惜至于你还要反思一下 好了 今天录像就复盘到这里 我今天实在是看这个觉得忍不住 当然 之后如果有精彩的也会给大家挑挑 讲讲 就不这么长时间复盘了 然后的话 决赛的话大家也可以去看 好了 今天视频就录到这里 感谢各位朋友收看 记得一键三里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